今次拍的第一條影片 就是想回應大家經常會問我的問題 OK 現在開始 第一條問題就是 近幾年都很少見到我拍劇 究竟我去了哪裡呢? 其實就這個問題我真的有想過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個錯覺呢?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拍劇本身是需要一段長時間 可能有些要三四個月 有些甚至要半年 拍完劇之後可能要等一年半載 才能播出 有些甚至不能播出 大家所謂的創底貨 當然希望的劇集不會 所以變了在這段期間很長 再加上可能我自己 又不是經常拍中藝節目 所以變了大家好像 為什麼經常都見不到我呢? 究竟我去了哪裡?在做什麼? 但其實真的不是的 其實一直都在做事 等於好像今年那樣 上年 其實我都拍了很多部劇集 例如好像 是怎樣保養的 首先這個問題 其實很開心的看到這個題目 我很感謝大家 因為大家都哄得很開心 你說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呢? 我自己也覺得 都不是的 怎麼也有少許分別 只不過分別 不是太明顯的 不是很大分別 你問我怎樣保養?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那件事是心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發現 有時我跟我的朋友 又或者是中學同學 聊天 有時我會經常在他們口中 聽到說 唉…我老了 唉…都老了 都做不到什麼了 或者很多類似的說話 我聽到之後 經常跟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想呢? 我說其實你們還很年輕 其實你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為什麼會覺得自己老呢? 那我就想 可能是這方面 我跟有些人的心態 可能有些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就是那種 覺得自己跟以前沒有什麼分別 無論想法 各方面 覺得自己還好像是以前的我 以前的我 就是這樣 還有… 還是很有一波少女心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保養方法可能就是 因為我這件事 所以翻臉出來就是 想要保持年輕 就是永遠都覺得自己很年輕 第三條問題就是問 我自己喜歡自己長頭髮 還是短頭髮 這個問題其實都… 有點難回答 其實我覺得女生都是矛盾的 我記得我以前最長頭髮的時候 是長到下條腰 是很長的 但那時候 真的很不喜歡洗頭 因為每一次洗頭 都要吹頭吹很久 頭髮又比較多 所以真的很麻煩 但也保持了很長時間 剪短了之後 即是覺得短頭髮 是方便很多 洗頭又容易 洗頭又快 但女人就是矛盾 你剪短頭髮 有時又會想… 其實看以前的照片 有時會想… 長頭髮 長頭髮 好像很有女人味 又會掛著 所以很難說喜歡長還是短 但一定是短方便一點 為何會剪短頭髮 有些人經常覺得 為何今次突然會剪短頭髮呢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剪短的 其實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記得是否女人最痛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女人最痛的時候 我也是類似這些 在下巴的長度 這次為何會突然間這樣剪短呢 其實都是因為拍劇集 因為我拍現在的《飽關者們》 是做一個Madam 做一個海關的Madam 海關人員 所以… 因為是紀律部隊 所以她們的頭髮其實不可以太長 即是她們一定不可以長過肩頭 如果你長過肩頭 你就要紮起她 要不就剪短她 要不就紮起她 所以我就選擇剪短頭髮 希望大家喜歡 第四條問題 就是我在TVB拍過這麼多劇集 我最喜歡自己哪個角色 大家經常都會問我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哪個角色 其實我也很想問大家 其實大家喜歡我哪個角色呢 因為都真的… 都多的 其實難選擇 如果你只要我選擇一個 嗯… 可不可以… 四葉草的角色我又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四葉草未必是很喜歡那個角色 只不過是因為四葉草 那時候那個角色是… 第一個我在電視出現的角色 也是因為那個角色 就是… 令到我可以進入電視圈的世界 所以… 我覺得是很有紀念的 紀念價值 另外就是… 其實… 哪些我… 我覺得人前來門這個角色 我自己都很喜歡 就是近年比較喜歡的一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都帶給我很多東西 首先… 就是帶給我… 兩個好姊妹 這件事是很感恩的 另外就是… 也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所以都很感謝大家的 真心的 因為這個角色呢… 我聽了很多feedback 就是… 錢來門這個角色 那個feedback就是… 有時候很多人會覺得… 哇… 你這個角色… 和你之前拍的角色很不同 就是… 好是別人的 又或者是… 我只能聽到… 有些… 有人說過… 哇… 這個角色我只能看到你 我覺得你好像… 做戲開了竅一樣 我真的… 有幾個人這樣跟我說 當然是很開心的 第五條問題 就是… 也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和Chiga 和翠如這麼朋友 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緣分來的 有些事情是很難去解釋的 就是你覺得… 和有些人特別聊得來 特別投契 這樣… 很難解釋的 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三個人的性格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 又容易聊天 我們拍劇的時候 又容易聊天 又大家三個都是… 低低能能的 這樣… 相對比較簡單 另外我覺得… 除了緣分之外… 就是… 大家其實都很珍惜大家的… 這份友誼 就是… 我們三個都很珍惜 所以這個才可以… 將這份友誼保存下去 嗯… 最喜歡Chiga的一首歌… 最喜歡聽Chiga唱… 最喜歡聽Chiga唱的一首歌… 就是… 當然是小方言 因為是我們的主題quote 耶… … 翠兒有沒有些… 有些蜘蛛的東西 有沒有些秘密 翠兒有很多蜘蛛的東西 哈哈… 有機會請她上來慢慢說 第六條就是… 問… 為甚麼IG會沒有照片… 這個要… 勿開三分鐘 其實這件事… 對於我去年來說 其實也是一件… 不開心的事情 但… 其實… 我有檢討過 都是因為自己的不小心 因為我自己對網絡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好認識 我又很少收到一些很奇怪的電郵 那次其實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就是那時候我剛好去這個 因為我IG 我的帳戶一直都沒有一個藍剔的 一直沒有認證 那時候我聽朋友聊天說 你為什麼不去認證藍剔啊 那我就說那好吧 我就發了電郵 去requestIG那邊的人員 我就想請個藍剔 但就不知道是時間那麼巧 就是那個時刻過了幾天之後 收到一封電郵 然後就叫我登入自己的帳戶 如果不登入 他就不知道多少天後 就會刪除裡面的東西 類似是這樣 但因為我之前沒有收過任何類型的電郵 我也沒有去深究 也想會不會是因為我想申請藍剔 所以他們就發封電郵叫我認證呢 我純粹想得很簡單 我就按了那個按鈕 結果呢 過了一段時間 就被人盜走了那個帳戶 然後我想起才知道 我想應該是我按了那封電郵 所以我在這裡也很想提醒大家 真的要很小心看清楚你的電郵 我想IG官方那邊 是不會無緣無故去刪除你的資料 和刪除你的帳戶 所以如果大家一收到這些信息 就千萬不要按鈕 和不要理會 另外就是很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有社交媒體 無論什麼帳戶也好 一定要設定這個雙重認證 一定要設定這個雙重認證 所以我現在都設定了 這個一定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做 第七題問題就是 人們都會問我 會不會多些分享 和我女兒QQ的日常生活 暫時來說應該都會比較少 我記得之前 因為我的女兒 她用我的抖音 她自己在這裡玩 她不小心按鈕 就post了她自己的影片出來 那次其實我 我只是完全不知情 很多人以為 你是不是這麼少讓女兒曝光 你終於讓她曝光 其實不是 是一個誤會 純粹是因為那次 她不小心按鈕 因為我不是經常開進去看 所以我不知道 過了幾天後 我才開回抖音來看 我問為何你post了你自己的影片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也傻傻地 不知道 我沒有post了 其實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不是故意的 想說回 我希望小朋友 最好是專注在她的 想說事業 我也希望想小朋友 她專注在她自己的學業 多一點 希望她 也可以和普通小朋友一樣 過一些普通小朋友的生活 也不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第八題 為何我個人這麼正能量 很開心 大家都覺得我很正能量 其實這件事 我是覺得 你問我是否24小時 都是這樣發放正能量 其實當然不是 我都會有自己的壓力 我都會有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但有時我 有時我又會覺得 你不開心了幾天 或是一段短時間 那就好了 因為有很多事情都要繼續去做 又要工作 又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你唯有用一個 比較正面的態度 去向前走 我覺得任何人都是 所以我希望 藉著我有時想寫的東西 我想給大家的正能量 因為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都不容易 不是我還是誰的問題 是每一個人都不容易 大家都有大家的煩惱 大家都有大家的壓力 所以我希望透過那份正能量 除了鼓勵自己之外 也可以鼓勵其他人 第九條問題 就是 問我今年30加1 覺得我 如果20、30、40 這幾個階段 覺得有甚麼分別 有甚麼分別 其實分別也挺大 我記得我自己20歲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傻的 傻間間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到了30歲 我記得30歲左右 我應該結婚有小朋友 30歲的時候 我就要去學習做一個媽媽 去照顧家庭 那時候 跟自己以前 少女的時候很不同 原來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都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30歲 30加1 30加1 就是 現在 現在我覺得不同的就是 你會更清楚了解自己想要甚麼 以及應該怎樣走 如果你問我 這幾個階段 其實我最喜歡哪一個階段 其實我會跟大家說 其實是現在這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可能人大了 又 成熟了 又 清楚自己要甚麼 以及 又學習到很多東西 我反而覺得 其實真的 現在這個階段 是最好的 第十條問題 就是經常都會問我 如果我平時不用上班 不用工作 我會做些甚麼 其實真的很視乎 那時候的 心情 狀態 究竟是 精不精神 累不累 快不開心 你知道 女生也是很低心情的 但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有陽光的日子 如果天氣好 有陽光 多數那些日子 如果我不用上班 我會喜歡出去走走走 喜歡去接觸一下大自然 有時見到 我都會跟姊妹去走走走走 有時你都會見到 我跟姊妹去走走走走 另外 如果靜靜地 有時我都會想在家 聽音樂 看書 看電影 靜靜地在家 都很舒服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問我未來有甚麼計劃 我未來的計劃 就是拍多些Youtube片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記得 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有新片就會通知你的啦